到底大家是什麼時候 臉上開始出現一些作紋 妳怎麼去抗擾對不對 好 來 請問一下 妮可白最年輕了 其實我發現的原因是因為 我在前兩個禮拜 剛好跟朋友吃飯 他說就是有可能比較近 我朋友就看著我說 妳眼睛下面怎麼有兩條線 就這兩條 妳才二十幾歲耶 我二十七歲 我不知道是淚溝還是什麼 就一條 兩條線 而且發現我覺得感覺 這一眼有一點 有喔 這什麼妳朋友發現 妳自己不會發現 真的有喔 因為我一直覺得 那沒有什麼 然後我也不覺得那是細文 我都覺得那就是 只是因為自己年輕 然後校文比較誇張一點 所以我就發現有這兩條 後來除了這之外 有一次我男朋友就跟我說 他剛好在工作的時候 看到他前女友 結果他就說 他發現他前女友老了很多 還以為 我就一回去照鏡子 我發現 我的細文也不差 所以我就因為這樣 趕快買眼霜 因為我以前不懂 不要用眼霜 我都是用乳液這樣子 推推推 這樣拍一拍就睡覺了 所以我現在大概花三十分鐘 就拍好之後 我這樣子每天這樣 一直按一直按 妳二十三歲之前 有曾經保養過任何乳液 妳就有擦了嗎 我肌肉之後擦乳液 大概就這樣子 我也不會特別 就非常簡單 而且我連卸妝都是這樣 阿倫這樣是用濕的 那好燒皮膚喔 可是我們年輕就 自視自己的肌膚的狀態好 他不是那什麼卸妝棉之類的 就隨便就勾 用力扯 弄到好啦 然後我們也不洗臉沒關係 因為我們看得出來 妳現在有受到影響 你看看這個皮膚 中圍漏洞 對 我是因為已經 我真的出牢了 真的有差 你出牢 才出牢 我出牢 你重症吧 誰出牢 尤其這兩邊最配吧 最明顯的 你挑什麼出牢 你們不用火力全開嘛 很開心 好 所以現在有這個後果了對不對 對 還是要注意 所以現在發現還來得及 不然將來你就變成他了 可是我覺得我最大的敵人是 因為我外景 因為我都是外景節目 所以每次一太陽一曬完 特別的明顯 就是我回家的時候 不管是夏天還是冬天 我只要這樣子 輕輕就是比如說掐自己的臉頰 就會發現那個皺紋是一條一條 就感覺好像 嘹嘹 風乾的橘子 臉上哪有橘子啊 我覺得大坨就沒有水分啦 年紀會juicy嘛 那個不見了 誰掐臉不會有皺皺 可是你會感覺很明顯 跟以前年紀比較小的時候不一樣 對 他們兩個掐就不一樣啊 對 他們的午餐可能就不一樣 來 兩個開始 來 你們稍微掐一下 比較一下 就是你要看那個紋路 有沒有紋路啊 沒有紋路 有一條條線 你有一點 一個痘一個痘 對啊 他沒有 那就是皮膚乾燥的象徵啊 所以我只要曬完太陽喔 我一定把握一個救災原則 就是 你那72小時 你一定要瘋狂的保濕 可是你過這72小時沒用 宣告不治 真的嗎 你一定要一直保持瘋狂的保濕 所以你這已經經過急救之後了嗎 我一禮拜曬四天太陽耶 我才有驚天好不好 說得也是 是不是 那我們再來關懷今天最老的這一位 好 我先講 我先聲明 你們剛剛捏臉那個動作 我拒絕參加 所以我沒讓你做啊 我拒絕不參加 我覺得啦 像我 我本身其實我跟他們一樣 就是皮膚很乾 其實你們應該算是乾性皮膚嘛 那我以前在30歲以前 我是完全不保養的 而且我可能比他們更嚴重 我就覺得說天生立直啊 你連臉都不保養啊 不保養的啊 哪這麼剛悟 沒有沒有沒有 然後後來一直到生完小孩 我覺得女人有幾個關卡 因為我現在這個年紀 我就有資格講 因為我歷經了那幾個關卡 走過的路 對 第一個就是生完小孩 你就覺得整個喔 那個文華不要故意狀況外 你們覺得臉上容易有斑 有斑 就跑出來了 那不是懷孕就會斑嗎 懷孕就會斑 然後就 對 沉墊 然後所以那時候其實臉上 以前就覺得很潔淨 乾淨就是漂亮嘛 那突然幾個點 就覺得整個臉就髒掉了 那老太也有 所以妳現在臉上有一點點 那個小斑 是因為生了孩子以後 然後現在退不掉了 對 就是退不掉 沒有沒有 我真的沒有缺斑 就退不掉 然後你看喔 然後攝影棚這麼多燈這樣打 其實還可以維持這樣 已經算不錯 因為它沒有惡化 然後再來我發現說 其實我的文物 當然我們那個表情這麼多 一定會有余韋文 對 可是我算還OK喔 可是有一個很殘酷的 你會發現眼睛下垂 對 會 他的眼線怎麼畫 你們仔細看喔 他是順著眼型畫 因為他31 那像我覺得我很明顯是 我不能順著這樣眼型畫 我順著眼型畫 我曾經看自己喔 就是因為其實我 我一看電視我嚇一跳 因為側邊就發現說 眼睛是整個眼型是下垂的 那表情表示什麼 你眼型下垂了 所以我都要求化妝師 眼線給他往上畫 可以逆式畫上去 就可以 你看 我跟謝忻的眼線 是完全兩碼式 對 因為我就一定要刻意往上 對耶 因為這是垂了 對耶 那沒有辦法 米可白是根本不用畫 我是往下畫 因為我覺得這樣比較無骨耶 你有畫 人家是刻意往上 沒有 我都是往下畫 因為我太挺了 然後我就故意去把它描出 那個妹的樣子 然後我以前不保養 我現在真的狂插 就是膠原 然後加那個C 就是左C 對 我要去除斑 然後再來我要吃大量的 對 因為你會發現臉凹了 以前Baby肺都不見了 好辛苦喔 你這是第一次看到自己的作文 或是有那種初老症狀的時候 你的心情會震撼嗎 我當然很震撼 很震撼 我真的覺得就是說 真的 再多錢我都願意花 真的喔 因為突然真的你會很理解 什麼叫做千金難買 就是青春 唯一就是青春不能買 對 千金難買那一條作文 青春小鳥 青春小鳥也去不互反 對 你只能假死蚊子 你什麼都不能說 天啊 我們家最近蚊子很多年來吧 但是要恢復年輕 真的不是這麼容易 這集跳到現在好絕望 對啊 好絕望 不要絕望 不是 我們今天不是來打擊各位的 好絕望 是說我們看到你們有不同的年齡層 發生的一些不同的感覺 對 不能說 我們如何拯救他 好… 讓他們重回18歲 可以… 你確定不用挖大錢 沒有 我們節目做到這裡了 真的嗎 真的嗎 沒辦法救 有啦… 我們正視他 我們找方法嘛 好不好 好… 但是我們是不是有辦法來看一下說 什麼樣的症狀代表老化了 有沒有 肌膚老化自我檢測法 第一 毛孔變得比較粗大 第二 肌膚看起來比以前還薄 第三 用手按住肌膚 覺得變得比較鬆弛 第四 肌膚少出油 開始覺得乾燥 保水力變差 第五 膚色開始暗沉不光滑 觸感也開始感到粗糙 第六 肌膚比較容易受到病菌感染 和色素沉澱 以上這六種機項 你中了幾樣呢 以上六項 你們自己評斷一下 有幾項 當然電視界線的觀眾朋友 你也可以自己來看一下 你大概符合幾樣 好不好 來 選好的板子翻出來 有得打勾 最年輕的米可白 一 二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你都有啊 我以前沒有什麼那種鼻頭粉刺 現在都一動一動一動的 有嗎 有啦 一動一動 以前都很光滑 有一點點啦 對啊 然後我現在就是 要是有長什麼痘痘的話 很容易黑色素沉澱 它就變成一個霸 你有去摳嗎 我有這個手比較健一點 你看 但是我要求比較高耶 六個都選耶 他六個都選 對啊 有 這個是一群屬心 就是誠實 誠實 謝忻也是六個 我也是六個 沒有啊 謝忻是已經對自己很寬容了 還有勾了六個 你看 我六個真的都有 真的都有 每一個 而且 其實我現在鼻子這邊長了 兩個很大的丁啊 那個就是 深層的毛孔感染 感染 對 可是以前我不會 現在這邊好痛喔 鼻子在裡面 然後以前都不會 這些我全部都有 我很誠實 文婉 你不要假的 你去過三項 他在說沒有羞恥心 所以我就說 你怎麼拐著彎罵我這樣 我說誠實最重要喔 我跟你講我很誠實 你知道你仔細看謝忻的鼻翼 他就比我差很多 我的鼻翼看起來 就比他年輕二十歲 鼻翼 真的耶 真的 你看我整個 我幾乎沒有毛孔啊 為什麼沒有毛孔 對啊 而且我皮膚算細喔 我必須要講 因為我 應該是說我年輕的時候 已經壞到底了 那你怎麼修得 所以我只要補他一點保養 我就很好 我就比你好 真的耶 謝忻 真的啦 你真的要看一下我碗的鼻子 光看鼻子 你那鼻子 而且你知道我幾乎不會有長 我不長粉刺的呢 他還不長粉刺的 那我的那個 對啊 毛孔 還有我要強調 我沒有做醫美喔 我沒有打任何的 妳就很自然的 而且你的氣色看起來比我好 我好辣黃喔 對 而且你的鼻翼這邊 你的鼻翼這邊的肌膚 有一點點開始要九遭鼻 那種 你看 對 沒有就是毛孔 他毛孔變好大 對不對 他有點不平函 我很誠實 我要面對 要面對 我面對 對 你知道 毛細孔 所以我很誠實啊 然後皮膚比以前要薄 因為我本來就薄了 所以我就覺得好吧 那這個我勉強勾 因為我本來就很薄 你這樣OK啦 你這樣OK啦 你這樣想好多 你知道嗎 一直想 真的啦 然後我本來就是不出油的皮膚 所以我也不知道我為什麼要勾他 OK 缺乏紅潤 其實我的嘴唇 是從來不擦口紅的 所以我本來就很紅潤 妳現在是沒擦口紅 沒有喔 沒擦口紅 沒有 好誇張喔 可是我坦白講 你真的表演包容得不錯 真的啦 就是你如果他那個 那個44是真的 真實 不要講 他們寫錯了 寫錯 路透色講錯了 好 再來 然後你知道 我這個其實比較容易感染 因為可能膠弄 沒有 膠弄久了 所以我很容易腫起來 所以是的 大部分像那個女孩子的 最大問題是皮膚變薄 然後變敏感 所以文婉剛剛講的 這個是一個事實 文婉看起來就是很健康 很美麗 對 可是就是明明白白的 就是皮膚就變薄了 臉皮就變得不夠厚 那是無法抵抗的 就是老了 那最主要是皮膚已經變脆弱了 對 所以他寫的最後一項是 容易感染 也沒有錯 所以他可見這個就是說 搭得很順 很順 實實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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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請問一下楊醫師 我們這六項有沒有說 大概勾幾項 符合什麼樣的標準 或是真的有老話 剛剛兩位這樣的一勾 全部都對 他們勾得很會勾 就是說 這六項都可能是勾 我們也不想勾 實實在在勾 全勾不是代表聯考滿分 真的 對 我也不想 不想 是不是看一下有幾項要做 來看一下第一項好不好 好 來 如果你裡面沒有任何一樣打勾的 恭喜 你的皮膚還很年輕 可能是在十五歲 這應該是家裡的五歲的女兒吧 對 拜託 當你懂事的時候 你已經開始老話了那種感覺 對啊 好 來 第二個 看他的希望 第二個 如果你是一個的話要小心 呵護你的皮膚 對 好好 一向只是小心而已 所以還在你的標準之內 OK的 對 對不對 好 那再來 如果是兩個 或兩個以上 完蛋了 完蛋了 開始老話了 他們有一個中間值嗎 一就直接跳 二以上 像我這個要自我感覺良好 這個也算老話了 算OK 你覺得算很好了 為什麼呢 因為在這種台灣的環境 曝曬太陽之下 又空氣的一些污染 然後又很忙 對 你能夠還維持這樣的話 是代表是很優秀 那至於前面兩位 都全部都把它勾了 是代表你們 很開朗的 就是說我面對問題的 來解決問題 很大跟著去面對這個問題 對 開朗也是年輕化的一種要素 開朗是很重要的 但楊醫師你可以先跟我們解釋一下 為什麼這些症狀 就代表老話呢 肌膚 毛孔粗大是代表你的膠原 開始有移味跟改變 對 所以你就顯示毛孔粗大 尤其男生 所以女孩子的皮膚薄 但是女孩子一化妝的時候 感覺毛孔粗大 那你就感覺 哇 這個是問題最嚴重 女孩子最重視的是不是斑 是毛孔粗大 因為要化妝的時候就有感覺 那第二個情形就是 你的皮膚變薄了是規定的 為什麼 會告訴你說女孩子先天優良 但是後天很容易受到環境的影響 皮膚變薄了 然後女孩子是強迫的長壽命 所以女孩子這個成長的過程 皮膚就皺紋就越來越多 所以就缺乏彈性 那抵抗力也變差了 然後膚質上也變脆弱了 所以我想這幾項全部都是有 只是現在的科技來怎麼解決它 你可以靠生活 可以靠運動 可以靠營養 靠對的保養品 對 靠很多方法 那像彭醫師有什麼樣的建議嗎 如果用中醫的話 我們最基本的一些保養的方法 怎麼樣可以延緩老化 最基本就是說 避免曝曬 減少紫外線的刺激 所以做好防曬 那基本的清潔跟簡單的保濕 其實是最主要的 其實像謝忻她的鼻頭 如果有腸胃的問題 從中醫來講鼻翼是主皮胃 所以最近會不會飲食不正常 或者是吃太多辣的 沒有 她最近吃太多 她吃太多 出外景拼命吃 第一攤吃到最後 她還要打爆帶回家 我跟你講這是 對 是 我要申請國培 所以我覺得障礙一定就是在鼻頭 會長很大顆的痘痘 所以它應該是體內要調 然後你表現在外的皮膚就會比較好 那洗臉的時候 其實就是用盡量簡單的清潔就好 像以前磁吸太后 她都是用那個洗米水 洗米水她把它全部收集起來 然後就做清潔動作而已 沒有像現在 用什麼洗臉加這個去鬥 去餃子 這樣子多合一的方式 反而會更傷害皮膚 所以這種方式可能就像 適合謝忻現在的狀況 就是越簡單越好 然後從內人化 越簡單越好 對 單純一點 少吃一點 那除了這些方法 素心有沒有什麼樣的生活習慣 是我們盡量要避免 或者說它可能會讓你肌膚 惡化不好的 其實剛才楊醫師就有提到說 他為什麼覺得文婉可以保持這樣還不錯 他就有提到現代人的生活樣態 因為很多人 像剛才謝忻第一個談到 就是說對皮膚最傷害 現在多數人都已經知道 就是太陽對不對 可是你有沒有想過 其實太陽之外 有很多行為 其實也很傷你的皮膚 我覺得我最同情的就是那個 騎機車的小資族 因為我每次都覺得 哇 騎機車這樣曬 還有風吹一趟 然後還有裡面的 因為我們知道現在空氣污染 非常的嚴重 但一直以為說 中間自己只會黏住 所以一般人想說 黏住就塞毛孔 不是 其實你知道我們現在沾空氣 裡面還有一件事 你會吸進去的 包括非常小的微粒 或其他東西 這進去你的身體裡面 它的氧化自由基 它本身對你的肌膚 就是一個負擔 因為氧化自由基 就是你老化的 主要的原因之一 所以你的膠原蛋白流失 你當然就會變飽 你當然就變塌 變塌之後 皺炎變大 毛孔也變大 所以第一個就是 如果你是一個機車族 你又不習慣戴口罩 你也不習慣塗防曬 我保證你保養品 永遠買不夠 真的 第二部分我覺得 本來你是有修復的機會的 因為我們本來 你會知道我們身體 都是在受傷之後會修復 受傷之後會修復 就是它有一個自癒的能力 可是現代人你看 你這樣騎機車出去 然後騎姿就回來 你的修復能力 是在什麼時候要做呢 是在你睡覺的時候要做 所以我們很不幸的 我們要熬夜 所以熬夜本身對你的身體 又是一個很大的壓力 然後又造成一大堆氧化自由基 然後你本來應該生產 所有的恢復的因子 全部都沒有 對 所以你早上傷害 晚上不修復 所以恭喜大家 為什麼很容易就可以勾到六格 就是這樣子 有沒有熬夜 有沒有熬夜 有 不時的都會 偶爾都會熬夜 幾點以後 肌膚那個修復 我們要睡覺時間是最好的 他們覺得 11點到3點這段時間 那一樣是飽肝的時間 11點 有沒有11點以前睡覺 沒有 那我剛睡 剛睡 對啊 真的剛睡 所以又double傷害了對不對 對啊 好